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本生活百事通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使用器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杯子 与其说它是一个杯子呢 其实并不贴切 杯子我们知道 多半都是用来喝水啊 然后喝茶喝酒之类的这种器具 就称为那个杯子 而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尺寸啊 这尺寸可能是比我们一般的杯子 稍微有一点大 大了一些 你看这跟我手的比例 大概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器具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其实它是这个日本 用来吃荞麦面的一种食具 这种食具呢 它大概生产于江户时期的这个中期左右 相当于我们国家的那个乾隆时期的样子吧 这里介绍一个小常识啊 就是江户时期它起源于1603年 止于1868年 相当于我国这个明朝晚期到 清朝晚期的这段时间啊 说到这个时据呢 日本有一个这个就是说起来不大好听的一个说法啊 它叫猪口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叫猪口啊 这个这个碗口的这个形状呢 看起来确实有点像这个猪的这个嘴巴的这个感觉 但是这个其实说到底这个猪口呢 它的真正的这个发音呢 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福建地区的一个对中欧的一种发音 中就是中表的中 欧就是经欧永固碑的那个欧 中欧的一个发音 其实最少在那个福建地区 它也是作为一种 就是说饮水的这个饮用器来使用的 嗯好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杯子的这个文饰啊 首先大家看的这个杯子啊 它这个图案非常的这个简洁清爽 它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这边有一个这个松树的这个造型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都是一个松树松枝啊 另外呢 这里还有一些这个小青竹 这个小修竹 嗯 这旁边呢 还有一个这个 还有一束这个梅花的这个形状 嗯 这是它的这个主要图案 然后 这个靠近圈竹的部分呢 有这个双圈线啊 围绕着整个这个器具 嗯 这是一个 嗯 主要的它的这个图案 嗯 它其实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中国 最为熟悉的一个图案 叫做松竹梅碎寒三有 文士 嗯 整体这个非常清新淡雅 而且颇有古意啊 这个看起来就不像是 这个我们现代的这种 呃 神美情绪啊 嗯 但是特别有古意 好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碑内的文士啊 碑内首先在这个外圈 这个部分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这个 呃 填字纹的这种装饰 你看 这每个 这种填字的文型 呃 是都是这种 手工手绘的 这种大小啊 长短呢 呃 都是 嗯 呃 各有不同 所以这是一种 这个手绘的一个 明显标志 好 然后看起来 这个底部呢 这个底部的 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 五瓣花 呃 类似就是五个 花瓣的一个花 呃 这看起来 呃 像是这个 梅花的这个 造型啊 然后呢 这个圈竹 那边呢 还也有 这个双圈的装饰 这是这个 杯子整个 内部的一个装饰 嗯 非常用心的一个做法 好 然后我们来看看 这个底竹 呃 这个底竹一看 就是明显的 这个18世纪 中期以后的 这个 呃 做法 18世纪中期 也就是 17 呃 某某年开始的一个做法 所以说我说这个杯子的 它的这个造型呢 和这个文饰看起来呢 应该是 相当于我国的这个 乾隆十期左右 前隆 中期左右的一个 呃 制品 呃 底竹 有一个很宽的这个部分呢 没有右 这个地方是不上右的啊 啊 这摸起来有点 这 呃 粗粗的这种感觉 然后 然后中心的这个内部呢 呢 有一个这个 就是上右的这个部分 这个中心这个部分 嗯 这是它的这个 底竹 呃 这个底竹是非常具有这个江户时期的这个代表性的 呃 呃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圈呃 范围越大 比如说在这儿 这么一大一个内中心圈 上右的话 它的年代就要更早一些 那这样的话 大概就在中期左右 呃 其实我还有收藏有这个更加小的一个圈 可能也就是一个 大概相当于一脚前硬币那么大小的一个中心圈吧 那个就要更要晚一些了 那个可能是要到十九世纪 也就是 呃 明治时期 呃 18 188几年到189几年的这种状态了 那个就更加要晚一些了 嗯 好的 然后呢 就是呃 这种租口呢 其实这个 在日本呢 现在目前价位也适中 呃 不是太贵 呃 当然在那个90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因为泡沫经济的影响 呃 价格是非常昂贵的 呃 那目前为止呢 人士啊 各类的 呃 非常这个有趣 而且他这个大小呢 又合适 适中 我记得 这个杰健明先生说过这个瓷器的这个呃 呃 有一种比较优质的品质啊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品质就是 他的那个大小适中 就刚好你可以拿到手上把玩或者是摆在那个台子上啊 他刚刚好 那种位 那那种器型大小的就特别容易被这个收藏者接受 呃 好的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呃 这期节目就到此 呃 感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呢 我们今后会逐渐推出一些这个对于日本瓷器啊 中国瓷器啊 呃 一些这个收藏方面的节目会陆续出台 感谢大家关注 谢谢收看